Lamico是第一家将电子识别器 应用到可拨电片的企业 这使得电片也能传递信息 首先将芯片植入于电片的层内 之后对芯片进行编码 电片的信息就会储存在里面 从那时起 芯片中所含的信息 就可以通过手提式阅读器解码读取 产品中的电子识别器是不可重写的 因此他人无法针对 CR-X-DateSIM篡改其信息 电子识别器本身是不能被入侵的 任何企图抽取芯片的不当行为 会导致它自毁 它克服了打印产品标示的不足 产品表面的标示 已不再是识别电片型号的唯一途径 即使许多层电片被剥落下来 也不会丢失电片的识别信息 电子识别器可以为产品提供保护 防止与存在于系统中的其他芯片发生冲突 电子识别器可以在以下状态被远程读取 CR-X-DateSIM安装成功之后 设备在正常使用中 装配合设备维护被简化 事实上 一个通用的阅读器 就可读取存在于整套设备中的 所有CR-X-DateSIM的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判定 可拨电片整体安装是否完成 单个电片是否安装到位 零件订货清单是否准确而又完整 电子识别器不仅可以改善复合材料电片 也可以应用于所有金属材料电片 如果你有需要 除了零件的身份信息外 我们还可以将其整个追踪性记录在芯片中 无纸化文件 如交货单 检验报告 合格证 这些都将成为现实 因此 检验 入库 存储都将被简化 也可避免任何文件遗失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otice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次 citrus 到 一些 甚 army 下